为什么夏朝的存在一直有很大的争议? 有人说夏朝充满了神话色彩、大雨至水、 后一摄日这些故事听起来就很不真实。 再加上直接考古证据不多, 很多历史学家也对夏朝的真实存在打了问号。 可夏朝虽然披着神话的外衣, 但它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起点。 让我们来揭开这段历史, 看清夏朝在近500年的辉煌与坎坷历场。 公元前2070年,黄河泛滥,洪水肆虐,百姓苦不堪言。 这时候,一位名叫雨的英雄出现了。 雨的父亲滚层试图通过修筑堤坝控制洪水, 但失败了。 于是,雨放弃堤坝,选择了疏导水流,开取饮水。 这项治水工程艰苦异常, 雨带领着百姓不分昼夜的工作, 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,一心铺在国家大势上。 雨治水成功后, 她的功绩不仅得到了百姓的称赞, 还赢得了当时部落联盟领袖顺的信任。 顺决定将王位善让给雨, 而雨也不负众望建立了下朝。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。 雨不仅仅是治水高手, 还统一了九州国家的雏形开始出现。 治水成就让雨备受推崇, 被后人尊称为大爷。 可是雨的儿子, 其却不按常理出牌。 当时的王位是善让的, 雨死后, 王位本来应该传给贤能之人, 谁知其不愿放弃王位, 通过政变自立为王这么一稿, 宫天下直接成了家天下。 其是个敢想敢做的君主, 但他这一手却引发了大争议。 很多部落不服, 有护士是其中最激烈的反对者, 他们联合起来想把其赶下台。 其虽然年轻, 但打仗不含糊, 硬是靠实力打败了有护士, 稳稳地坐上了王位。 不过, 王位争斗并没有因为起的胜利就结束。 他的儿子太康接班后, 不仅没有继承父亲的治国才能, 还整天沉迷于享乐和狩猎, 放任政务不管。 结果, 东夷首领后裔趁机篡权。 别看后裔设过九个太阳, 可在治国方面却是个菜鸟。 为了安抚诸侯, 他扶植了太康的弟弟仲康当个傀儡, 自己在背后操控一切。 然而, 朝局更加动荡不安。 后裔的亲信韩卓暗中积蓄力量, 最终在公元前1974年发动政变, 杀害了后裔, 自立为王, 甚至把国号改为韩。 韩卓篡位成功后, 下朝的统治几乎崩溃, 然而, 下朝并没有就此复命。 与的后裔邵康悄然崛起, 他是下朝忠臣和移民保护下的幸存者, 在外族的庇护中成长。 他深知自己的使命是复兴下朝, 于是开始广交贤士, 积蓄力量, 等待时机。 邵康用十几年的时间积累兵力, 公元前1920年, 邵康集结了一支富国大军, 向韩卓发登反攻。 五年后, 邵康成功攻克了韩卓的都城, 将韩卓一族彻底清除, 恢复了下朝的统治,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邵康中兴。 这段历程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次成功复国的典范。 邵康之后, 下朝虽然在他的孙子夏柱的带领下, 一度恢复元气, 但好景不长。 到夏朝的末期, 国军夏捷大肆蒸发劳役, 建造豪华宫殿, 民怨沸腾。 与此同时, 黄河下游的商部落在商汤的领导下逐渐强大。 商汤在谋士伊尹的辅佐下顺势而起, 揭露了夏捷的暴政, 号召天下诸侯共罚夏朝。 公元前1600年, 商汤率领部队在明条之战中击溃了夏军, 夏捷被俘, 最终流放到南朝山而死。 夏朝历时470年, 就此宣告终结。 夏朝虽然灭亡了, 但他的故事却留下了深刻的教训。 无论一个国家有多么辉煌, 最终决定其兴衰的还是治理民心的能力。 水能载舟, 亦能复舟。 所以, 赢得民心才是王朝长治久安的关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